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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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為什麼那女孩傳簡訊給我 而你為什麼不解釋比著頭沈默 我該相信你很愛我 不願意敷衍我 還是明白你不想往回什麼 想問為什麼我不再是你的快樂 可是為什麼卻哭笑說我都懂了 自尊常常將人拖著 把愛都走去著 假裝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 狼狽比失去難受 我懷念的是不話不說 我懷念的是一起做夢 我懷念的是爭吵 以後還是想要愛你的衝動 我記得那年生日 也記得那一首歌 記得那片星空 最近的右手 最暖的胸口誰忘了 我懷念的是無言感動 我懷念的是絕對炙熱 我懷念的是你很激動 求我原諒 抱得我都痛 我幾個你在背後 也記得我顫抖著 幾個感覺洶湧 最美的煙火最長的相擁 誰愛的太多 誰過頭太遠了 誰搖走我的心 誰忘了那就是承諾 誰自顧自的走 誰忘了看著我 誰讓愛變沉重 誰忘了要給你溫柔 我還用想要愛你的衝動 我記得那年生日 也記得那一首歌 記得那片星空 最緊的右手 最暖的胸口 最緊的右手 我放手 我讓左 假灑脫 誰懂我多麼不捨得 太愛了 所以我沒有哭 沒有哭 沒有說 歡迎 歡迎 謝謝 我懷念 的確是幾乎忘了孫燕姿的存在 真不得了 非常有獨特性 我們來聽聽評審怎麼講 丁曉雯老師請 好 如影你唱的老師快哭了 我剛剛還在跟邱莉老師說 在錄音室錄音也不過而而 你在現場一口氣唱篇幅這麼大的歌 那個起伏的層次 那個情感的那個 那個掌握啊 真的叫嚇死人 我們覺得你是真的一塊非常非常好的 譜玉 因為你天生會唱歌 你是天生歌姬 如影你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優點 就是說 我常常聽你唱歌 我其實沒有辦法預期 你像我們想的那一種方法 就是到這邊可能要大聲 到這邊可能表情是怎麼樣 你完全會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就是你自己的律動 你自己的表情 自己的呼吸 這是你最大的優點 所以 今天這個歌老師給很高分 因為我覺得你唱得太好了 今天有人能夠在現場 一口氣唱到這樣子 很棒 加油 謝謝老師 陳孫華老師請 如影你的歌聲聽得我全身戰鬥 我已經大概十年了 沒有再聽到一個 聲音可以讓我這個樣子 因為我記得 當初我很堅持要簽孫燕姿 在唱片公司的時候 那時候她也是她的聲音跟她的口氣 就是她唱歌的口氣跟她的態度 然後吸引著我 你跟孫燕姿有一個很特別的特質 就是你們都有辦法把 別人的歌唱成自己的歌 自己的味道 自己的口氣 這是非常難得 這是百年可能才出來一個 我現在必須要把你跟孫燕姿放在同一個平台上看 我覺得你唯一要調整你自己的部分就是呢 譬如說你的聲音是很有韻味的 但是你的手部動作可能太多 然後包括你的站姿可能身體很容易往前傾 這些都是在視覺上這部分呢 你稍微輸了孫燕姿一點的 這一點你自己要加強 我祝福你加油 真的是天來 謝謝老師 客座教授 來稍微跟你們兩個講比一下 我覺得證如瑜是會讓我想要再聽他唱下一次的人 很想期待 下個禮拜或是下一次你會唱什麼歌 你的表現是怎樣 就是說 基本上你已經達到一個很高很高的門檻 不管是音色整個處理的方式 都激進完美這樣子 謝謝老師 這個讚美更是更棒 那兩位請到這裡 好 好,到底能獲得幾分呢 大家要猜九字頭是一定的 但是都是九十幾 評審請給分 我們看一下鄭如瑜可以得到幾分 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4、95、95分 你很感動 95分都19分 丁曉雯老師給到19.5分 滿分了 95分啊 連小鐘抱著 九十二、九十二、上腳不停 九十五、九十五 九十五 我都嚇到 你是瘋了你 那個現在在做飯的阿嬤呢 他們會嚇死 電視怎麼突然 你是關心什麼事 95啊 這國語組最高的紀錄啦 原來紀錄是這一次的顏色 九十四分 九十四分 歌聲真的好是會感動人的 真的 對不對 齊安,今天要紀點了 算紀點一次 有什麼話說,沒關係 還不夠啦 對,很多觀眾就很希望... 能力不夠 你看,看到你回來多開心啊 真的耶 而且一直跟我講說 能不能叫齊安待久一點 要加油了 對啊,你好 我們給齊安鼓勵一下好不好 齊安是... 謝謝 相當有條件的音樂 那新同學這次回來 有沒有覺得很震驗 我剛才聽到真的覺得非常感動 對 你聽他歌會感動嗎 真的很感動 就整個就是 投入到他的那個情緒裡面 對,就是自己的目標 將來希望你的歌也給大家感動 好 來,兩位請入座,謝謝 我現在現在的信芳插得蛋了 有點害怕 來,如意,給他嗆一下吧 信芳妹妹 網友說我是原唱殺手 其實我是衛冕者殺手 你要小心一點哦 太好了 太好了 謝謝 好,信芳 信芳 五十八歲坐上去衛冕寶座 是實力,不是運氣 如意姐姐,你就放馬過來吧 好 今天的比賽好看了 兩個嗆一下 是我批過最中肯的一次 真的是說出心聲哦 你看從他們表達方面 所以今天絕對是好看 緊張 先進行我們台語組衛冕賽 好 是